接下来啊,各位,我再跟你说一个一定要注意的点,就是什么呢,一定要记住这个啊,叫字符串,一旦创建,在内存中一旦创建,就不可修改,如果你要修改,那在内存里会重新创建一个新的字符串。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,各位,比如说,你可能这样来想,还是字符串的啊,比如说,咱们这个什么呢,name等一个什么呢,证件文,这是个字符串吧,然后你选了一个什么呢,age等一个什么呢,18,那接下来你是不是可能说,那我想拿到这个信息等一个什么呢,name是不是加上一个什么呢,age,你是不是这样做。 来,这样做print infer,那这个infer是不是就等一个证件文加18,是不是合起来这个东西了,是吧同志们,那其实我要告诉你,就是在内存里边其实有什么呢,有三对字符串,有三个字符串,那它在内存里边是这样的,首先咱们拿这个什么呢,我不写,我可以这样写上吧,比如在内存里,这是整个内存,好吧,整个内存,先从上到下解释,是不是有一个内存, name是不是等一个证件文呀,然后我们在这儿,在内存里边就会创建一个证件文,证件文,这就在内存里边放着了,然后紧接着是不是age是不是等于18呀,age等于18,然后呢,又创建块内存,这里边填的是字符串,等于18,那如果接下来我让name加age的时候, 我们说如果想要节省内存,你说我们能不能在这儿,写上这么一个地址,让这个地址说,哦,你说你把这里给我拿过来,把这里给我拿过来,是不是跟这儿一拼接,是不是我给你就行了,这样是不是就省内存了各位, 是不是,这样就省内存了,而在,在这个什么呢,在内部它不是这样的,在内部,如果说你让字符串做了个相加,那它就会变成再创建个字符串,这个字符串里边会保存的是什么呢,保存的是证件文18, 它就会把数据给你干嘛呢,给你重新再保存一份,能理解意思吗,能不能,能,所以字符串做加号或者要修改的时候,都会重新再生成一个新的字符串,它不是原来那个字符串了,那它为什么要这样呢,大家现在是不是觉得这样不合适, 是不是,同志们,你这样觉得不合适吧,其实这样觉得不合适,但是它就是这样的,我再告诉你一下,除了就是这个什么呢,在这个所有语言里边它都是这样的,就比如说你学加号,学C下号,对吧,其实你学C它也是这样的,那为什么要这样呢,各位你可以这样来写,这样来搞,那如果说这个字符串咱们这样, 字符串可以被修改,咱们说这是证件文,好吧,这是证件文,那假设咱们在咱们的内存里边是这样放的, 内存里边相当于是不是一个一个的小空间各位,是吧,我这个画的有点难看呀,好,就这样吧,你们你们就是,你们就这么认为是好不好,我为了占空间哈,写的快点,就认为它是灯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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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全出来了啊,假设它们是一样的好不好,来各位,那你说内存里边的空间是不是连续的 是不是,内存里边的空间是连续的,如果我写个Alex,它是不是在这写上一个A,L,E,X,没错吧各位,然后如果再写个A字等一个18,你是不是可能是这样,10, 这里是不是写8呀,来,如果说我是这样的,那还好,那如果说我们给它做个什么呢,字符串如果允许修改,好吗,咱们假设先说修改好不好,修改或者是进行一个什么呢,对,进行修改,那修改的时候,这个E是不是可以被修改掉,是不是,如果E被修改成什么呢, E被修改成C了,那这个是不是还是占一个位置,是不是,如果说我想把E换成CB的话,你说能换吗,那空间够不够,不够,那不够怎么办,不够的话,你可能想,那把后面的往后全部推,推一格是不是就行了呀,是不是, 那你要知道内存里边的东西都是连续的,你要往这推的时候,你的代价是不是可能会很大,会很慢,对不对 是不是,可能会很慢,你要让所有的东西都挪一个位置,这样是不现实的,所以在字符串里边,他给你说了个什么,搞了个什么呢,说我,你只要进行修改,或者进行拼接的时候,我都不会在这个基础上,把它返回给你,而是说,你要,你要给我修改,那我重新再给你创建一个,Alex,你不是CB吗, CB,我再重新给你搞一份,再给你,能理解意思吗,能不能,能理解,所以在这儿,你一定要记住什么呢,记住咱们的字符串里边,另外一个,字符串一旦,创建,就不可修改,就不可修改,那一旦, 修改,或者,拼接,那都会造成什么呢,是不是重新生成字符串啊,重新,生成字符串,这是原理性的东西,不管你以后学C学什么,都要记住这一点,理解吧各位,理解吗,理解啊,那接下来,讲它的时候,我应该是少给大家讲了一个方法, 来,我补充一个